蛤 哈嘍各位吃貨美食TV秀的 murderer 大家好 我是吃貨謝哥 今天 一樣是在安平 謝哥帶大家來吃這個 铜姬安平豆花 這個豆花在謝哥 很小很小的時候 老闆就已經開始在賣了 但是當初他是推著一台 來攤車,拿著鈴鐺,叫賣 後來就是台南的觀光業發達之後 開始就開店,生意就爆好了 謝哥來帶你們來看一下 這個豆花到底好在哪裡 還用來帶韌城 來示範在雞肉上 來吧 也是 有九個毫升 放在雞肉上 都會開始做 跑到六塊 又重新去 在這兒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豆花店啊 超多明星藝人 有名的人來吃過 整個牆上全部都是照片 紅豆鮮奶豆花 這是傳統的紅豆豆花 其實謝哥小時候啊 老闆在推攤車賣的時候 只有兩種豆花 一個就是傳統的白豆花加糖水 那第二個就是這種紅豆豆花加糖水 那現在它其實時代發展啦 東西越來越多啊 珍珠豆花 綠豆豆花 像剛剛那個紅豆鮮奶豆花 口味都多得非常多 那今天先來試看看 紅豆鮮奶豆花到底是什麼味道 其實我也沒有吃過這個味道 豆鮮奶豆花 感覺 鮮奶的味道把所有的味道都蓋過去了 再吃一口看看 再吃一口看看 這一口大概可以吃出一點點的豆花味喔 嗯 我是覺得 下次應該不會點這個啦 因為鮮奶味道太重 吃吃 我最喜歡的 就是傳統的 豆花加紅豆 好吃齁 我 平良心講的就是 豆花的豆味其實就 比較偏淡啦 不像以前的 比較濃郁齁 然後台灣的豆花跟大陸的豆花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就是 豆花的豆味其實就 一部分都是吃 吃甜的 那大陸的豆花我之前記得還有吃過那種 鹹的 辣的 然後配飯的 不像台灣就是把它當甜點來吃齁 再吃一口 好吃 其實現在 豆花的口感比較 比較 比較稀鬆啊 就不像以前比較 就會比較紮實一點 差蠻多的 但是 其實想也知道以前是手工的嘛 那現在 靠老闆一個人說要 完全靠手工做 其實想想也是有 有困難啊是不是 還是 就算是 繼續吃 以前 也是會當屌打 一些 所以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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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季安平豆花 試看看 嗯 雖然 品就是 沒有以前的品質好 但是 其實還是屌打很多 台灣的豆花 好 這一期的視頻就到這邊 感謝你們的收看 我們下一期視頻再見 拜拜 拜拜